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MWay E-Spring净水器 那MWay E-Spring净水器呢 是目前为止呢 全世界销售第一的净水器品牌 那我们的净水器呢就有四大特点 第一个呢它就是含有 0.2micron的carbon filter 来过滤掉超过140种的水里面有的污染源 那第二个呢我们有99.99%的 杀菌、杀病毒的紫外线 还有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一个 这个motherboard它会记载我们过滤的水呢 是多少liter 第四个呢我们的这个净水器呢是无限超电 好了那我要跟大家示范的就是我们的净水器 有过滤跟没有过滤的分别 首先呢我们先来装自来水 那我这一杯水呢已经装了自来水 那我就会拿这个就是corine tester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看起来干净的水呢 不一定代表它是干净清洁的 我们就用这一个养鱼的corine tester呢 来测试一下到底政府来的自来水 有没有加了绿corine 就是非常的多的 ok 所以可以看到呢它是去到最极点的corine 那如果有corine的话呢 其实呢拿来煮过的话呢 它加温就会变成自来物 所以呢自来水呢我们是非常反对 你是直接拿来烧煮 那我把这个已经含有非常高率的自来水呢 加进去我们eSpring的这一个 filter demo kit里面 那我就用一个joloturas呢拿来倒水 那我倒剩下半杯水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直接把政府开来的自来水呢 洗米洗菜洗肉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搅一搅 发现到吗水里面含有非常高的corine呢 瞬间被米已经吸收进去了 所以到底是我们用米来洗水 还是用水来洗米呢 往往水已经干净了 每一切被固然了 所以非常建议要装净水器 把过滤好的水呢 来洗我们日常的米 菜 甚至肉类 接下来呢我就会把调洗好的色素水呢 放进去我们eSpring的cartridge 的这个demo kit里面 来看看到底我们的这一个eSpring的cartridge 就是这个carbon filter呢 能够把色素这么小分子的水呢 被滤除 那我只要均衡一下我们的eSpring Cartridge Demo Kit 那因为我们家里的自来水呢 是有水压的 那这个demo kit呢 我就必须要把水被污染的 就是含有corine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含有这个红色色素呢 放进去我们玻璃去 好了你发现到呢 红色的色素呢 已经没有再过滤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 我们已经经过eSpring Cartridge的水呢 到底有没有pouring 所以已经没有变色了 已经没有pouring了 那我们这一杯水呢 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矿泉水 mineral water呢 那我就做这个灯泡的比较给大家看了 OK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装的自来水 有一个猫腻的 那这一杯呢 空的呢 我就会装 通常在酒店或者是打油站呢 他会给的 grinking water 那第三杯呢 就是我们刚才从我们的示范工具 就是eSpring Cartridge filter出来的eSpring水 那我们都清楚水是能传电的 水怎么会传电呢 因为水里面含有矿物质 那我给大家看一看 第一杯呢 就是我们的自来水 有看到灯泡亮吗 非常好 那第二杯呢 就是我们的grinking water 或者是RO water 它是完全不能倒电的 那第三杯呢 就是我们过滤出来的eSpring water 你们看到灯泡是比较亮的 那很明显呢 grinking water呢 它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矿物质 在水里面 那这个呢 根本都不适合我们身体 自常所需要的水 提供的这些矿物质 所以奉献大家看了这个影片过后呢 记得记得要上次 我们到底每一天在喝的是什么样的水 而不是去看 方便让我们可以得到冷或者热的水在瞬间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每一天呢 可以生次 绝对不能生掉 一天需要至少八倍矿泉水的 这一个能量让我们身体补充 所以 血对浸水器呢 是非常重要 今天看完这示范呢 记得记得 一定要血对浸水器 让我们家里每一个人呢 都被受水的矿物质 还有不被污染的自来水呢 补充 让我们的能量满满 精神能吧 让我们身体可以更加健康 那 今天的这个 分享影片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